传说中山霄就是山中霸 狮子老虎豹子都得听它拆起 听人们说它还吃小孩 种种的传说把山霄推上了魔堂 那么山霄的性格呢 我们看着我们的山霄呢比较温顺 其实呢山霄是非常凶猛的 所以我们在观赏动物的同时呢 尽量与它们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不要伸手去触摸 如果触摸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山霄的四肢呢 是前肢呢比较长 宫的呢体型比较大 通常呢是结群活动呢 一宫一亩 另外呢山霄还有一个独特的特点 就是它的臀部会有显示蓝色 这个在哺乳动物当中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们很少发现哺乳动物的毛发会显示蓝色 这主要是因为山霄的臀部呢 有很多血管聚集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们就会显示淡淡的蓝色 我们下期再见 詞曲 李宗盛